后来参加奥运会了吗 后来就是回国以后 教练就找我谈话了 他说我这个身体的 这个现在的状况 还有我的伤痕的情况 就不能系统地训练了 退役了是吧 对 然后我这个 深思熟悉之后呢 就决定了退役 虽然退役了 但是我也没有离开这个行业 我现在就是 已经转为教练 在带新的队员 而且也培养出来了 优秀的新生力量 这不也夺冠了吗 也是我们做出的成绩 也得为你鼓掌喝彩 谢谢 谢谢 所以以后呢 然后我就完成了 人生中又一件大事 和我相识了十年的男朋友 然后结婚了 十年 可是你是长跑运动员 然后你的爱情 也是长跑来的 是吗 十年终于在一起了 对 他也是一名视障者 然后同时呢 也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他连续四届 获得全国参运会的冠军 是哪方面的运动员 是田径 他是练中场跑的 他还是2008年的 奥运会火炬手 你看看你说起老公 那个骄傲劲 今天爱人带日宝宝来了 来了 赶紧把我们疫情的 丈夫和孩子请上场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冠军一家人 做个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王维嘉 来自山东 是林仪的 单上这个视力障碍 是程度是 我就是有点光感 或者是有个 模模糊糊的影子 我要比他严重 他的视力比我都好 就是自己平时 这个活动还算可以 远了看不清楚 进来还行 这个两位的这个 就是眼部的情况 是先天的是有遗传的 还是 我是先天的 然后他是 我是小时候摔的 但是宝宝还是很健康的 对 因为当时怀孕的时候 我就特别担心 因为我是先天的 就有50%的遗传几率 所以小宝宝没问题 对 没有问题 挺能活动的 现在 有你们俩的基因 他能不好吗 你想想 我们都追不上他 跑远的都找不着了 二位其实一路走来 在运动生涯 工作当中互相鼓励支持 在这个婚姻生活中 互相帮助 相濡一目 其实还是一路走来 有很多感触的 这个先生说说 和郁琴在一起 这有十多年的时光了 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和他在一块 说训练的时候 还是结婚的以后呢 他的感受不一样了 你知道他的意思是 训练的时候 没结婚之前 有一种感觉 然后结了婚之后 可能是另一种感觉 是吗 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的意思就是 训练的时候吧 还是队里管得严 教练都是有要求的 这是什么 像我们爸也不是那么张扬 低调 对对对对 结婚之后呢 他就退役了 对这个家庭 还是对孩子特别关心 就是在工作之余呢 还是多余的这个精力 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 还是家庭身上 神奇两目是吗 对对对 你们俩数过吗 就是你二人加起来 一共拿过多少奖牌 我们一共应该是拿了 九十一枚奖牌 九十多枚 然后其中金牌有五十一枚 我真的就觉得 挺为你们骄傲的 就运动员之家 金牌之家 现在两人都在做教练 婚姻生活平稳 幸福美满 真的为你们开心 谢谢 那我们节目组呢 今天给你们准备了一份 惊喜到底是什么 来一起看一段VCR 哈喽 黄云菊 老板有些 现在一切都还好吧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眼就六年过去 想起那时我们会共传一起 努力活动 加油 努力活动 是你在的银跑员 她的银跑员 她的银跑员 特别的开心 开心 对对对 我们好久都没有见了 她在哪里啊 她在江西 她是江西人 她还在从事这份事业吗 对 她现在是一所中学的体育老师 特别感谢我这些年来 所有的银跑员们 他们就是我的眼睛 如果没有他们 也没有我的今天 谢谢 你们身上真的感受到了 我们每一份努力的收获 我们耕耘之后的 美好生活 我 我 我